除了欣赏传统的皮影戏之外 也让民众能够亲自制作戏友上台演出 解密图书DNA互动展 自从在高雄文化中心图书分馆展出以来 得到广大的回向 为了让市民朋友能更了解文字与图书的历史演进 每周皆会开设不同的DIY体验课程 上周邀请到蒜头皮影剧团来演出皮影戏 同时也让家长与孩童一起制作皮影戏友 也让小朋友能更认识这项新传已久的戏曲文化 今天演出的这首歌太古的传统是 这也是一个传统的剧出 就是主要说我们介绍我们儿子主要就是演传统 所以都以传统的蜂子为主 我们的蜂子都是用乌皮剧的 所有的蜂子都是我们自己剧的蜂子 像我正手牙这一战 这是近年参加历史保护馆 全国科学比赛 即时指定题目的第三名 即时指定 也是由那一战有入战的啦 那所以正如大家在后面所看到的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戏剧 它的一个原始的剧本 它其实都是 就源自于说我们早期的一些历史故事 或者一些民间流传的小故事 那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呢 我们就是这次特别跟皮影戏馆合作 这个图书缩细笔墨间的忠孝结议 那希望透过一个跨界元素的整合 让更多民众可以认识到说 在我们图书演进的历程当中 它其实是跟非常多的一个文化 还有历史背景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那我们这次本次的解密图书DNA特展呢 这一档高雄档已经是最后一个档期 那我们的展览期间呢到9月22截止 那欢迎各位高雄的民众可以把握一个最后的机会 到我们现场参展 那只要有超过15个人的一个团体 也可以跟我们单位这边做一个报名的预约导览 皮影戏虽渐渐没落 却仍有一群热衷于这项表演艺术的团体 在默默推动着 相较于现代的稀有声光特效 皮影戏带领大众回到古仆而单纯的年代 这档图书说戏光影中的中间善恶 是解密图书DNA特展的一项延伸赏西 想更清楚地体验图书的演进和历程 欢迎把握最后的展览期限前往欣赏 法杰新闻五庸曲高雄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